今次分享一件在電視台發生的喬喬夜 十歲時有次跟阿姨去電視台看Live Show 這個節目在電視上都從小看到大 在現場看都是第一次,很高興 我和阿姨坐在觀眾席教前的位置 所以都看得很清楚 看著藝人在做節目和工作人員拍攝的情形 感覺都很新鮮好奇 現在想回這個節目一個星期播五晚 有唱歌跳舞搞笑短劇恐怖鬼故 內容都很豐富 為什麼現在的節目都做不回以前的效果 還有一樣東西都想分享一下 在去到做趣劇的時候 就會有個工作人員高舉指牌 上面就寫著請開懷大笑 其實不用他提我們都會笑到碌碌了 就在那時我見到有個西裝骨骨的男藝人 在攝影師旁邊站在那裡 有些奇怪的是為什麼他沒有擦頭 搞到好像生意失敗一樣 可能今晚的節目他沒有份做 隔了無久我見到他拿了煙出來點 怎麼搞的在錄影廠裡吸煙 他不單止吸煙還慢慢走到趣劇的景裏 目無表情的坐在沙發裡看著演員做戲 其他藝人又好像看不到他 我就馬上問阿姨見不見到那個人吸煙 阿姨說沒看到你是不是眼花 正當我想指給他看的時候 剛才吸煙的藝人不見了? 隔了幾天媽媽帶我去剪頭髮 沒有公仔書看就看八卦雜誌 咦封面就是那個男藝人 原來這個男藝人在上個月已經走了 今次就分享到這裏 下次見阿威 記得訂閱和按鐘仔